2003年我家的父亲开了个家庭会 我们兄妹五个人 回来以后就将这个房子给我继承 大家都一次赞成 然后呢2005年我父亲就死了 我就把这个房子拍卖了 这个房子卖掉的目的是什么 你要达到什么目的 你究竟是对这个房子的总价有意见 还是对你分道的比例有意见 对这个房子总价有意义 15年没往来了 你15年了 时隔15年 这个弟弟要向你开口 也一定是真的遇到了大的难处 都站在对方的立场 看一看 想一想 亲情其实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 谁拿的钱多 谁说了算 不应该让家庭地位由收入决定 平时嬉皮笑脸的令清瑜 在面对自己老婆在旁边的时候 像变了一个人 这个地位难道是他们在家里商量好的吗 对 王熙凤他就是贵族出身嘛 所以他的话语权就比较高 大家的观点 我应该是我们家庭中地位最低的那个人 因为我没有收入 我还是一个学生 这个地位可以相互转化的 他没有一个绝对的一个值 任何一个团体都要有一个领路人 那谁来领路呢 那这个人 各位好 这里是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 《为爱转身》 我是主持人张珊 如果您在生活中 遇到了任何的问题和困惑 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全国 免费报名热线 460-828-2299 接下来欢迎今天的幸福专家团 首先欢迎婚姻情感 咨询师 廖立娟 心理专家 雷明 媒体观察员 陆志瑞 律师 婚姻法专家 朱文雷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故事 我弟弟和我资金的矛盾 我们恩恩运运好多年了 因为我父亲给我的房子继承了 我把它拍卖了 弟弟就是因这个次和我吵闹 你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这十多年了 你把我末末朦朦蒙在鼓里面 什么都不告诉我 这我心里不舒服 他就是为了钱 他反正有钱就好 没有钱他就是这样子待在你 我们父亲的房子卖了 他就是不平衡 多年来 姐弟二人纷争不断 而谈及往昔感情 二人却感到十分伤心 和我弟弟以前的感情非常好 他那个时候为了我的孩子 他也三十二岁才成家 只有我们的感情这么深 所以为了这个事情 搞得亲情没有亲情 感情没有感情 真的伤心 弟弟愿意跟我和好 我们就还是一样回到你从前 不和好 就我们各自走各自的 不愿再到我家来骚扰我了 这十多年来的恩怨怨 我想做一个了结 这对曾经亲密不见的姐弟 如今却断绝来往十五年 遗产纷争之下 是否还隐藏着其他矛盾 这对曾经的亲密手组 最终能否为爱转身 好的 视频当中的两位 当事人已经来到了节目现场 接下来进入到沟通时间 欢迎两位 今天在台上两位是姐弟是吗 是 好的 那今天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我是想缓解我和弟弟之间的关系 以后再也不要来骚扰我了 找一个和和气息的家庭 您跟弟弟之间有什么样的矛盾 他要来骚扰你的生活呢 为父亲的房子 2003年我家的父亲 开了个家庭会 我们兄妹五个人 回来以后就将这个房子给我继承 大家都一次赞成 然后2005年我父亲就死了 我就把这个房子拍卖了 变现了 卖了 因为我没有和弟弟商量 我就卖掉了 卖掉的钱我也分了 后来以后弟弟他就对这个事不满 就接上来吵 那这都是05年 这是十多年以前的事了 对 十多年 我们一直到现在没有完呢 那最近是什么矛盾呢 我来问一下李先生 今天到这里来 我讨个说法 你为什么把父亲的遗产干掉 也就是说卖掉 你把这个道理说出来 我可以跟你说 我实际上没事 说不出这个道理 我还跟你没完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你把这个房子卖掉的目的是什么 你要达到什么目的 你要跟我说明白 具体多少钱 有字句没有 你要给我看 跟我过目 如果这个事情没达到 那这是说现在 今后我也没完 卖房子的时候 当时 很简单 哥哥也在场 是吧 对不对 卖了以后 我钱我也没拿回家 我就是在那 你们说的是谁 你说的是谁 说我那个大哥 他这一辈子干了什么事 你说 干了什么好事 不管怎么样 他是个老大 我还是跟他商量 商量的 因为那个是他工作好忙的 最后结果是什么 还不是卖掉了 二位这个集院 到现在情绪还很激动 那看来就是围绕 这房子的事是吗 还有很多事在里面 不是当作房子的事 是吧 还有什么事 之前啊 我跟姐姐的关系 就是雨水关系 水也打不破 我们两个就是一根神经 就是一窝水 姐姐对我特好 我下乡的时候 那个地方你不知道呢 可怜的要死 姐姐留着眼里去看我 上去工作以后 跳进去好了是吧 后来姐姐家里呢 小孩多了 困难了 我工作了 我钱多了 我等单位调整好了 就帮姐姐了 姐姐帮过我了 完了以后呢 我儿子当兵 在南州 新兵训练嘛 很辛苦 我去看儿子 不是 那不是 买手机 是不得不停买手机 你听我说话 你讲话要 重复实际 我讲话很负责你 从您刚刚的描述 我知道当年你们 姐弟之间的关系 是很好的 确实很好 就是因为这个房子的事 产生了一些 这个分歧 有了矛盾 对吧 那这样好不好 我们一件一件来谈 我们首先来谈这个房子的事 行 这个房子是当年父亲 当着全家人的面 把这房子给了姐姐了 是这样吗 是的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我在场 你在场 有文字的 有文字根据 给了这个大姐的这件事 你有意见吗 这个房子父亲给他 我跟他关系这么好 不给他给谁呢 也就是说 如果当时你跟他关系不好 这个房子是给不了你姐姐的 那就是这个原因 一是父亲的意愿 二 你面于跟姐姐的这个感情 你也没有提不同意见 所以这房子就给了姐姐 是这样吗 说对了 那事实上 从法律上来说 这套房子应该就是属于姐姐的 对吗 我懂法 我也知法 我也学过法律 签了自己以后 就立行了法律 好 到房子的这个归属上面来说 你们是没有分歧的 对吗 那分歧是在于 姐姐把这房子卖了 是的 你为什么觉得 他不该卖 他不能卖 这是主厂 是我们的主业 不能卖的它 你缺钱也不能卖的它 那姐姐怎么想的呢 当时因为我路程太远了 我在长沙 要回到成州 来去要200多块钱 我的车票钱 我一个月跑了两次 我还要上班 那个时候 就给他卖掉了 他就知道了 知道了以后他去炒 一直炒到现在 你认为弟弟炒的原因是什么 他就不给我卖 卖掉这个房子 不给你卖 不给你卖 他的理由是这是祖产 他觉得不能卖 你认可他的说法吗 我不应口 为什么 因为这个房子是我的 我有治愈权 那你有考虑过 卖这个房子 可能会伤害到 弟弟和你之间的情感 我也感动他以前 对我孩子那么关心 那个时候 后来我家里孩子慢慢的大了 他也成家了 他有些事情 还是要我的帮助了 可能有些我也帮助不到的 没有那个 弟弟可能也可以发生 他心里面有落差 做姐姐的 是不是也确实对这个弟弟 有一些照顾不到的地方 那不可能十全十美 对不对 不可能十全十美 姐姐还是有一点能力 有限嘛 因为我是个单亲女人 因为我丈夫 在我二十九岁那一年 在马尔大夫已经 就是你在二十几岁的时候 就自己拉扯孩子 所以李先生 我现在继续往下问 你强调的是说 你在情感上面 接受不了 但是情感有的时候 要服从于法律 对吗 而从法律的规定上面来说 姐姐是有权力去处理的 所以我刚刚在问 你对于这个祖宅 你的这么大的情绪的来源 究竟是因为 他把这宅子卖了 还是因为你觉得 在一些事情上面 你对姐姐的那份付出 你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 我最痛恨的就是一点 这个家常 这个祖业 可怜我的父母亲 一决一网 把他累起来的 那你认为 如果他这宅子他不卖 他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 继续维持呢 我就给他添添添水 把他封起来 不卖嘛 我也不租嘛 放上去再说嘛 等待机会嘛 你卖了这 你卖了这么一点点钱 你以为是打汤喝 你做买卖 像个做买卖的 卖已经卖了 而且已经卖了十多年了 那你觉得 已然这样的事实 那接下来姐姐该怎么做 能够相对来说 让你的心理感受 更好一点呢 就是这两个月 他来借钱 就是这个事发生冲突了 这个事实冲突比较大 我儿子 你从部队回来以后 结婚成家了吧 房子呢 今天这里明天那里 我小姐姐你帮个忙 还借了钱给我 冲进去 在自己来拿的钱 去来给儿子买一套 大不大小不小的房子 明白 没有 是 我说没有 为什么 因为这么大的冲突 四五年没往来了 一四五年了 对不对 就是他儿子这次回来 就到这里 他学习钱 因为我跟你爸 这么大的分歧 这么大的意见 对不对 你是到现在 我没有 是没有 也就是说 2005年的时候 到现在 因为这个卖房子的事 你很恼火 在这将近十五年的过程当中 你们都没有来往吗 没有 没有 没有来往 那当时这个房子 我也想问一下 卖了多少钱 卖十一万 卖了十一万 是有分配的是吗 弟弟得十万 因为他生个儿子 老大 他分了三万 他是个鱼儿 小弟弟是个鱼儿 分三万 等于你把这个 主宅卖掉之后 你自己没有 我自己没得一分钱 我一分钱都没拿到 你先信他这个话吗 我还有票在家里 先别急 我相信不相信 您是不是分到了四万 这个钱我没拿 是不我老婆 是他心里管 这个是我没管 你没管 那你就不能说 你没拿呀 我老婆说了 说了什么 说了这个数字 说了十四万 对吧 说了这个数字 所以你认为 你老婆会骗你吗 我没看到的东西 都是吹人力 你没看到 对 其他的兄弟姐妹 拿到了钱 你知道吗 都是他管理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但你确实拿到了钱了 钱是事实 钱拿到了 好 这事实 好 你刚刚不停地在反问 我说你相信吗 你相信吗 你认为我不应该相信什么 你卖了东西 好多钱 也可以拿个字去看看 有吗 没有 就是你根本不相信 姐姐这套房子 只卖了十一万 是这意思吗 因为你觉得姐姐 拿不出字去 你认为姐姐在这个 买卖的过程当中 她私藏了一些利润 是不是这意思 有这个疑问 没有 姐姐不会做这些亏心事的 因为当时有收据 我弟弟哥哥姐姐 他们都看到了 为什么没给他看 他那个时候 因为我们已经发生了 冲突和矛盾很大了 所以他没看到 因为事情已经够了这么多年了 我又从那个搬家 又搬了两个家了 就这些东西 不知道根据到哪儿去了 我弟弟他有个福音镜 将来以后 他弟弟来拿个福音镜 可以给他看一下 你的意思是 其他的人都看到了 你 都看到了 你的那个收据 对 就你这个弟弟没看到 因为那个时已经发现 不不不 而恰恰就是 他觉得这个钱有问题 对 其他人有意义吗 没有 那我来问一下李先生 你觉得十一万这个数字 你存疑 对吗 打个问号 而且是个很大的问号 很大的问号 你觉得大概应该能卖多少钱 按当时的行级 不说十一万 至少二十万是没话说 还可以多一点 至少二十万 就一百三十个平方 两层 你说 你说你做过生意没有 不可能啊 一个小小的客户屋子 可以卖这么多钱 一个小熏城里面 一个好喝的一个房子 来 这样 等一下李先生 我问你第二个问题 那你认为 究竟是你比较懂 还是你另外三个兄弟姐妹 比较傻 为什么单单只有你 提出了这样的一意 而其他人都没有提出 这个价格上面 有出入的问题 原因是什么 你问得很好 你说他们知道了 是代表他们 不代表我 其他的人 没有提出这样的一意 而是你在提出这个一意 原因是什么 当时我父亲在的时候 就单独跟我开了个小赵 他就说 要姐姐给你的儿子 都给你钱 我们那里习俗 就是说 长孙 很多拿点钱 所以这就是你拿了四万 其他都只拿了三万和一万的原因 这也是老父亲的意愿 你究竟是对这个房子的总价有意见 还是对你分道的比例有意见 对这个房子总价有意义 李先生 我刚刚查了一下 2003年到2005年 北京周边的房价和上海的房价 上海的房价 2005年 我刚查到一个数字是一万多一点点 北京的通州 对 北京的通州 就是北京的周围四千 好 那么成州这个一个县城的房价 你觉得差不多一两千 一千五 一千 我觉得已经老了不起了 没有 这三百 两百一个平方 多的是 你这个数字呢 我还可以啊 当时不是说很精通房产啊 他卖了十一万 他有这个数据 如果姐姐把卖房子的字据 哪怕是复印件 摆在你面前 你会信吗 那你为什么不拿呢 可以从那个弟弟那里拿给他看可以 你为什么不拿 我们一直到现在没有往来 你叫我怎么去找他 对不对 又没有电话 我在这听了半天 听了半天 就是其实你们姐弟俩 曾经感情特别好吧 确实很好 是吧 确实 那我问一下 李大哥就是当初好的时候 怎么个好法 我工作岗位离他家里 五十多公里 还坐火车去他家 吃点 喝点 玩点 可以说药有尽有 我全部送给他儿子 给他小孩 你问问他自己 他那时候经常来吗 那个时候他修班就过来了 他也没成家 就娘头跑来跑去 后来以后到三十多岁成家了 我就跟孩子讲 我说你们长大要报恩 对不对 知恩报恩 舅舅对你们怎么好 听这个意思是说 您当年是三十多岁才成家 我们上十天吧 才修两天 这两天实际很珍贵 就把这事情放他 放他去 五十多公里全过去 都到那去 我们小孩了 搞个放菜了 这七七八八啊 这等于那外甥 都是你看着长大的吧 是 这怎么就跟孩子也僵了呢 就这么一点点 他到我家里来吵 吵得好凶 所以给孩子就带来这么阴影 孩子就于是就从那个 您跟这外甥现在僵到什么程度啊 我不去常识去问他吗 往来就带我们到河边去散步了 他到了河边好 话不说话什么都也不说 他干嘛 他跳舞去了 他把您叫出去到了河边 您以为要解释了是吗 他把我带在河边上 他去跳舞 搞得我跟那个老大 去站在河边吹风 我们本来没有英雄往来的 我也不知道他会来 在我亲家母家里 到人家家里去大吵大闹 他肯定大吵大闹啊 能好好说的时候 您没跟他好好说 您跳广场舞去了 他就打电话给你儿子 儿子就拿了家了人 就是您这外甥 嗯 开着小车来找您啊 他又逗他 他说我在这里你来了 他说了 他叫我儿子到去去追他 您这当舅舅的也是 您耍外甥干嘛呀 是啊 你不是 太个小孩 你不是想命我吗 您真信这外甥见您面 敢打您啊 你不打电话给他 他会来吗 那肯定我送了回去 肯定要打电话告诉他 对不对 我来问一下李先生 你知不知道 他只卖了11万 所以给了你4万 哪怕他卖了100万 他说我只愿意给你4万 也是可以的 甚至他说我卖了100万 我一分钱都不给你 在法律上也是可以的 这点你理解吗 你懂吗 就从法律上来说 我懂 这个权利在他 对 一族是给你的了 对 但是你赢了这一点 你心里亏了 也就是说你姐姐 给了你4万块钱 也输了 她不如不给你这4万块钱 她干脆亏到底得了 我根本不须一看 可以这么讲 不须一看 既然你对这4万块钱 都不须一看 你还要纠结 他到底是卖了11万 还是20万干什么呢 李先生 我讨说法 其实我们刚刚听你说了这么多 我们在讨论一个 跟你在法律上 根本没关系的财产 对吗 分了这个钱给你 是姐姐对这个弟弟的情分 也许你可以认为 这个情分 跟你的期待是有落差的 但是姐姐原本可以不给 您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但我仍然猜 你要的这个说法 更多的是情感上 我就想问你 现在大家都60多岁了 我们这辈子是兄弟姐妹 下辈子未见得 假设你们两个都活到100岁 那还有二三十年 你希望跟姐姐之间的情感 接下来是怎样的 三个选择 此生不再相见 恩怨了断 不见也是可以的 对吧 第二个选择 偶尔见见 场面上见见 还认这个姐姐 不走心了 第三个 走心 我们当初那么好的情感 我们能不能维持一个 比较好的姐弟关系 你会选择哪个 我选择第三 所以这个是不是你今天到这里来很重要的原因 对 就是说把这个说完了以后 OK 咱们心情和气的 是吧 你会为你们两个人的情感做什么努力 第一个努力 继续问她 你是个有心机的女人 还是说放下吧 因为15年前了 对不对 房子卖掉了 姐姐也吐不出钱来了 吐不出主产了 你会为你们的情感好 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算了吧 有些事情过去了 就不要纠结了 放下的男人 就是真正的男人 放不下的男人 就不是真正的男人 所以你要的是 你们两个关系好起来 对 你也愿意放下 为第一步 姐姐呢 希望未来回到从前 姐姐和弟弟的关系 你会做什么努力 和我与儿儿子讲 这是舅舅 娘亲回舅大嘛 对不对 不管舅舅从前有什么故处 毕竟还是我们家的舅舅 还是同胞姊妹 我一样的接待她 说老实话 你们俩都选择三的时候 我是有点意外 但也很感动的 就说明你们当初的 情感基础真的很好 那确实是 你说了 你会放下 我可不可以理解为 再也不问这件事了 差不多 姐姐愿意相信 姐姐不听以前的事了 过完了是再不提了 从今以后 我们兄妹还是携手前进 好了 这其中有将近15年 没有联系 对吧 没联系过 然后最近突然联系上了 联系上了 找您什么事 借钱 借钱 借多少钱 他要借10万 借10万 你什么反应 我因为我儿子 被我姐的儿子骗了 骗了好多钱 所以我就跟他解释 他也不相信了 不相信后来就为这个事 又有两个人又发生矛盾了 为什么突然一出现 就是找姐姐借钱呢 群结嘛 群结在一起就聚会了吧 都在一起 我想呢 这么多事情过去了 厚着脸皮 去试试看吧 对吧 你开这个口 你心里的预期是什么 我预期是什么 应该预期借家的条件好 这个是帮我一帮好像 也能说能及 是吧 这是我认为的 如果要我去 勤一个求一个人 那这个是怎么做不到的 我这个人性格就这样的 我这一辈子 就第一次 这是第一次 跟我姐说 我姐 我家儿子要想买个房子 过去的事情 别想那么多 能不能行 不说话 也不 也不跟我回答 我对你那个事那么好 你到现在就把我 把丢到水缸里 就把我淹死 大概味道就是这样的 不借就不借嘛 我开了这个口就开了嘛 我第三次 下一回算了嘛 这15年 你们几乎没有什么来往 没有来往 突然弟弟出现了 跟你开口要借个钱 对对对 你是怎么看这事 我还是心里 还是有一定疙瘩吧 还是不行 还是有疙瘩 嗯 那你的意思是 如果没有这个疙瘩 这个钱 你是愿意借的吗 那肯定会借 我也想办法给他借 因为他儿子 你的疙瘩是什么 我疙瘩还是跟个运运 在这个房子上面 跟我吵了几架 您15年跟姐姐之间没有任何互动 心里有没有赌口气的感觉 没有电话 没有走动 没有微信 什么都不了 你不来 我对你那么好 现在到这里 我也不去 无所谓 我是在赌气 我这个气一直在赌到底 您有赌气的感觉吗 15年了 我也有 什么样的两个人 赌气能赌15年 两个人只要赌气 赌的这口气越厉害 说明这俩人 彼此越重要 我不会去跟一个陌生人 赌气赌15年的 为什么 他对我不重要 就是太爱了 太在乎了 才会赌15年 我不会跟您赌15年 哪怕你待会骂我 因为我们没有那么重要 对 就是太重要了 太在乎了 才会赌这么多年 你试着这样做一下 李大姐 你现在就站起来告诉他 弟弟啊 烦我卖了 你吃亏了 这亏你吃吗 你问问他 是 弟弟 我是卖了 你亏了 这个亏你硬吗 卖了 请卖了 这不重要 那接下来 外甥追着舅舅 说要把他消灭掉 这是您儿子 回去是不是得 说他两句 对对对 肯定会说啊 会骂他的 这些咱都不聊了 对 他是谁 他是弟弟 你叫过他吗 现在这时机里 没叫过 来叫一下试试 想想五十公里 每十天来一趟 不空手 想想一个不到三十的大小伙子 都没工夫谈恋爱去 叫过吗 没叫过 十几年没叫过了 但他就是 一奶同胞吧 身上的血都是一样的吧 都是来自同一队爹妈 你就当他还是 几十年前 那不懂事的小孩 房子不在了 老父母百年了 那我原来那个家 如果兄弟姐妹还在 我原来那个家还在啊 你们彼此是彼此 原来那个家呀 不是那个房子 你们俩刚开始的感情好 这个坑会以为 彼此会一辈子 这么地理解下去 所以反而失去了 充分沟通 充分解释的基础 时隔十五年 这个地理 要向你开口 也一定是真的 遇到了大的难处 我也想到 对 我也想到 大家很多的时候 应该都站在 对方的立场 看一看 想一想 亲情 其实是这个世界上 最宝贵的 他真的拿捞 关注我的抖音号 直播间里跟你聊 打开抖音搜索陆之瑞 或者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关注陆之瑞的抖音号 更多直播信息 会在抖音上第一时间发布 会在抖音上第一时间发布 打开抖音搜索陆之瑞 或手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关注陆之瑞的抖音号 更多直播信息 会在抖音上第一时间发布 2003年 我家的父亲 开了个家庭会 我们兄妹五个人 回来以后就将 这个房子给我继承 大家都一次赞成 然后2005年 我父亲就死了 我就把这个房子拍卖了 这个房子卖店的目的是什么 你要达到什么目的 你究竟是对这个房子的 总价有意见 还是对你分到的比例有意见 对这个房子总价有意义 15年没往来了 15年了 对不对 就是他儿子这次回来 就到这里他学姐姐 他是谁 他是弟弟 你叫过他吗 现在这时机里没叫过 来叫一下事 就您这脾气 今天66了吧 老哥 说对了 您小时候不是个 省心的孩子吧 66还这脾气 小时候让家里人 省不了心 对 您就当 他还是当初那孩子 您哄他一句 那这样 你来一声 姐以后我懂事 姐 在这里我说 今后懂事了 以后有什么事 我们都宽用一点 好吧 弟弟 会感谢你 对我很多帮助 好吧 老四 说完了 这三姐也得说个什么 弟弟 你好 弟弟 你好 再加一句 以后听话 以后听话 听嘛 听话吗 听话 这叫一奶同胞啊 这叫一奶同胞啊 那房子的事 过去了 过来 过去了 过来去过来 放开 那天 姐姐 心里一别扭 没接茬 为什么没接茬 你堵了15年的气 你堵了15年的气 咱许他别扭一下吗 15年没来往 见面就跟我借钱 许吗 许他别扭一下吧 好多事就能过去了 是的 好多事就能过去了 就是我早晚有一天 我也会到60多岁 李大姐 早晚有一天 我也会到60多岁 我也会记着 我小时候长大那房子 那房子那时候有可能已经没有了 那曾经是我的家呀 那好 我原来那个家 谁还在呢 我是独生子女 我身边没有个兄弟姐妹 那个时候如果 我父亲百年了 母亲百年了 那我对原来那个家 我原来那个家还在吗 那我原来那个家 房子 不在了 老父母 百年了 那我原来那个家 如果兄弟姐妹还在 我原来那个家还在呀 你们彼此是彼此原来那个家呀 不是那个房子 那个房子里面有好多记忆 随着我们逐渐一天比一天 年纪大 这世界上有好多东西 我们留不住啊 只能想 但是留不住啊 弟弟还坐您对面 姐姐还坐您对面 能留住的咱留住吧 再拿十五年赌气呀 还赌吗这气 还赌吗这气 对 接下来 接下来 二位 长命百岁 所有的那些日子 千万别用来赌气了 您看行吗 行 您看行吗 谢谢雷老师 那那些小破事就过去了 干嘛 行嘞 好 经过雷老师的梳理和调解 当然我们相信 这十五年的新节 不可能今天通过一个节目 就全部打开 但我们希望这是你们 这对亲生姐弟 一个新关系 或者一种新的相处的一个开始 好吗 我们也希望弟弟能够放开心结 对不对 你也 我也相信你当年的付出 对姐姐的这份好 也是没有目的的 对不对 也是 就是念旧在姐弟的亲情之中 我们也希望姐姐在今天 在这样的时刻 时隔十五年 这个弟弟要向你开口 也一定是真的 遇到了大的难处 我也想到 对 我也想到 所以我觉得大家很多的时候 应该都站在对方的立场 看一看 想一想 亲情其实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 而且我相信随着二位年纪的增长 慢慢慢慢更加会体会到 兄弟姊妹之间那份感情的珍贵 所以我也希望姐姐 能够念及当年弟弟的付出 今天咱弟弟有困难的时候 是不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 也给一些帮助 我觉得这都是自家人 大家好商量的 可以吗 可以 因为你们有一个坑 你们俩刚开始的感情好 这个坑会以为 彼此会一辈子这么地理解下去 所以反而失去了充分沟通 充分解释的基础 但其实兄弟姊妹的默契 是很坑人的 没有这种默契 每件事情都必须有理的 就说清楚 一遍不够说两遍 两遍不够再说三遍 沟通清楚了 未来的心才都很敞亮 否则要用15年 真的是太浪费了 是啊 对于二位来说 人生当中还能再有几个15年 好了 接下来到两位的告白时间 越简单越快活 接下来进入白小春 告白时间 姐姐 我们老到不小了 在人世纪的时间 就是那么几千天时间了 说得不好听 还有一万天吧 一万天是什么干的呢 我们就将近百岁了 我的意思就是说呢 一切过去了 没必要 算什么呢 还是我们自己的感情 重要又重要 重种之重 是我们自己的姊妹情务 刚才几位老师也说了 我们看不起了 这个空我们把它填起来 把这个路柴平 我们一直走到 走到我们生命最后一刻 走到我们最幸福的时候 这些小事 这些磕磕碰碰的事 就让它过去算了 事务呢 给我们买了一个好大的教训 今天呢 我们姐弟俩在这里啊 郑弟修说 给我们了一个新的起点 是吧 过几个月 又过节了 是吧 过节以后 我们互相走动一下 虽然弟弟没有什么东西 我送一瓶磕碰碰碰 也是我的心意 是吧 不要被什么大礼啊 打红包 不要不要 就是吧 希望姐姐 在弟弟住的不对的地方啊 请亲爱的姐姐 我最好的姐姐 能够联结我 咱们两个 还是回到重选去 生活任何人 生活任何的感情 这才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刻 好吧 好 李女士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对弟弟说 弟弟 以前的事一笔勾销 我也经不起 好不起了 对不对 毕竟 毕竟我们都六十几岁的人了 至于我们姐弟 还是回到重前一样的 把以前的事 一切都忘掉 好好告过晚年 从今以后 我们还是走动一样的 你来我去 弟弟我和儿子 有讲 叫舅舅 对不起 舅舅 嗯 好 好了 接下来进入到 两位的选择时间 越简单越快活 接下来进入 白小春选择时间 一对亲生姐弟 十五年未曾联系 今天来到 为爱转身的节目现场 经过专家的调解 他们的姐弟之情 是否能够得到缓和 两位请听好 愿意缓和关系 继续在一起 成为最亲密的姐弟 倒计十五秒之后 请按钮转身 如果不愿意 请离开这个舞台 五 四 三 二 大家好 我是陆志瑞 我要在抖音开直播了 熟悉被爱专身的朋友们 都知道我们的节目 专制婚姻情感当中的 各种优柔寡断 执迷不悟 以前你们只能在节目当中 听我说 现在可以在直播间当中 跟我一起来聊一聊 不论是情感问题 还是婚姻的困惑 我都会尽量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关注我 带你是否爱情的真相 路要怎么走 你自己选咯 打开抖音搜索陆志瑞 或手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关注陆志瑞的抖音号 更多直播信息 会在抖音上第一时间发布 会在抖音上第一时间发布 倒计15秒之后 请按钮转身 如果不愿意 请离开这个舞台 5 4 3 2 1 请选择 请选择 其实非常地感动 因为我家里正好也是 有五个兄弟姐妹 相处下来 很重要很重要的 谈情说 爱 四个字 就是当我们以为有胸血脉之情 我们就能关系好的时候 其实这是一个很有误区的东西 意思是什么呢 很亲的兄弟姐妹也要多沟通 要多说话 要多谈情 就像今天一样 你们两个人都选择了 好好的走下去 所以 就是 未来要多说 要多说话 多说话 可以增进情感 所以 多说话 你们俩多聊聊 好不好 好 谢谢 把一事先说定了 刚才呢 李德哥说了 再过俩三月过节了 别走动走动 就是 而且她说了 那个李德姐您过去走动的时候 戴瓶罐头 不是我问一下李德哥 戴瓶什么罐头 是羊桃的呀 是橘子的呀 您没说明白戴什么罐头 不要说明白 心里甜情可以了 您记得戴盒罐头 行吗 行 得嘞 那我觉得其实 对于你们双方来说 其实都对这段亲情 有着很深的渴望 但是 这么多年以来 你们都各自为着各自的心结 而 伤害了 这段血脉的关系 希望今天 对于二位来说 是一个新的开始 是一个好的开始 不论是姐姐还是弟弟 我们都需要 学会去体谅对方 祝二位晚年幸福 谢谢 谢谢 你们姐弟的这个矛盾 其实体现了情理和法律的一个冲突 从法律的角度来说 姐姐做的都没错 对吧 我的房子我想什么时候卖 我卖多少钱跟你没关系 你问我借钱 从法律上我也没有必须借给你的义务 但是从情感关系的角度上来说 可能你们处理的都有些欠缺 作为姐姐来说 弟弟毕竟在你最困难的时候 真的是全心全意的帮过你 那现在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 本来是一个修复关系的一个好机会 但是你因为赌气放弃了 而对于弟弟来说呢 15年的矛盾还没有解决 你突然一上来就借钱 姐姐一下子接受不了 这个你也应该能理解 好在你们是亲姐弟 亲情关系是割不断的 血浓于水 你想你们以前感情这么好 为了15年前的一件小事 隔阂到现在真的是不值得 所以希望你们从今天开始 能够消除隔阂重归于好 你给的幸福我会永远 台上今天的金家是最棒的 给了我最大的启发 跌倒的时候有人提醒你 你才知道了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拿得起放得下 过去了就是过去了 人生一世 尤其是同胞姊妹的话 还是学龙于水 没必要去进行这些 德和识 我们不离不弃 一直走到我们 最后的生命一课 今天这几位老师 给我上了一堂课 使我喜发了我 完后的余生 我会好好地对待弟弟 把以前的恩恩怨怨 一笔勾销 当你再也感受不到爱的快乐 可能是因为你们的爱 已不再单纯 愿每个人都能找回 那颗单纯的心 越简单 越快活 爱是如此 生活 亦是如此 如果您在婚姻情感中 遇到了任何的问题和困惑 欢迎您拨打我们的 全国免费报名热线 460-828-2299 接下来一起进入 白小纯嫩活发声时间 经济收入决定家庭地位 你不要搞回笑了 你说什么 家庭地位该由收入决定吗 家庭地位是家庭成员 重要与否的体现 在现代生活中 家庭地位 会受很多因素的影响 很多人认为 收入对家庭地位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现在我终于知道了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大到国家 小到家庭小到 夫妻之间鸡毛酸皮的小事 谁赚的东西 就是在这个家里 才有话语权 才有发言权 在往期的节目中 也时常能看到 收入对家庭地位的影响 我们两个经营那个店 主要是由我来经营 后来他就在外面做些 让我看起来不靠谱的工作 他老是在背后里说我 唠叨我 你是没有用的 你不就在家里面洗洗刷刷 你有什么用 感觉到他是占了核心了 我就是富的 在为爱转身的官方 走音平台上 很多网友对这个话题 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有网友说 由收入来决定家庭地位 是天经地义的 也有网友认为 家是讲爱的地方 不应该受到金钱的影响 家庭地位该不该由收入来决定 对于这个话题 六位青春观察员 又有着怎样的看法呢 说到家庭可能离六位年轻人 稍微有点远 但是我们也很想听听看 年轻人对于婚姻生活当中 这个家庭地位该不该由收入多少 来决定你们会有怎样的观点 来 六位准备好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 嫩活发生时间 大家有怎样不同的观点 谁想先表达一下自己的想法 关于这个话题 我觉得这个家庭地位 应该是由收入的高低决定的 首先明确一点 大家所说的这个家庭地位 并不是放在明面上去讲的 而是体现在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 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东西 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开支 比如说柴米油盐酱醋茶 有各种各样的花销 一个人赚钱越多 他对这个家庭的贡献也就越大 他对这个家庭提供的产值也就越多 所以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什么是家庭生活当中的大事呢 比如说子女教育 买车买房 这些都要花钱 肯定是谁拿的钱多 谁说了算 大家可能会有一个误解 觉得说家庭地位高低 低的那个人会不会很难受 这里面也会吸取另外一方的这个建议 而不是说家庭地位低的那个人 一直是屈言覆试 卑躬屈膝的 而且家庭地位的高低 也不代表着尊重于否 在现实生活当中 有些人不承认自己的家庭地位低 但是呢 在很多事情上 就是已经体现出来了 家庭地位的一种微妙的关系 我觉得该有收入多少决定 但是我跟余梦的观点是完全相反的 她其实跟我们表达的是 收入高 所以家庭地位高 但在我这儿刚好是相反的 我觉得如果你的收入相对来讲低一些 反而你应该家庭地位高 我们这两年特别流行啊 说一句话说 结婚要找一个势均力敌的人 但是在当代社会当中 把一男一女扔到社会的这个浪潮当中去 其实他们极有可能在收入啊 工作能力上有一个明显的不均衡 甚至是某一方格外突出 那另外一方就选择了退居家庭 那么在这个时候 我们怎么做到势均力敌呢 我觉得如果把工作和生活 放到一个大盘子里来讲 如果每个人在当中有一个突出的点 这也是这个层面上的势均力敌 还有刚刚睦睦说 家庭地位不是放在明面上讲的 我反而觉得 当我们提到家庭地位这个词的时候 都是在明面上讲的 比如说今天我们六个人啊 都带着自己的伴侣一起出来 我们坐在一桌上吃饭 这个席间啊就发现 平时嬉皮笑脸的令青鱼 在面对自己老婆在旁边的时候 像变了一个人 老婆说什么她都答应 一直给老婆夹菜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说 哎呦你老婆家庭地位真高 那这个地位 难道是他们在家里商量好了吗 对 很多时候其实是外人 对于这一对情侣的一个观察 所以我觉得收入高 反而应该在家里面 选择一个退居二线的地位 因为这样你的家庭 在外人看来其实是一个 非常平衡的和和谐的状态 我反对一下王祖静的观点 我觉得首先就不是该不该 还是会不会有这个收入决定 我首先认为它肯定会有收入决定 所以我认为不该 这是我的立场 什么 什么 你自己琢磨 就是家庭地位 它肯定是会因为你的收入来决定的 但是我们不应该 让家庭地位有收入决定 懂我意思了吗 那你的观点听下去和祖静是一样的 对啊 怎么能一样呢 你是在佐证他的观点 不不不不一样 我跟你分析啊 什么人 什么家庭 他这个家庭地位的区别显得最明显 就是古代皇帝他家庭 对不对 就是每个妃子之间 他那个在他们皇宫里那个家庭地位 区别是非常大的 这个是由收入决定的吗 不 是由皇上决定的 因为他们都没有收入 他们住的房子的大小 他们吃的好坏穿的多少 都是由皇上决定的 所以在他们每一个小家庭里 那他们都是没有话语权的 是因为什么他们没有收入 对 只有一个特例你们记得吗 就是只有香菲 还珠哥哥里的香菲 他的家庭地位不由收入决定 因为不管你皇上给他再好的宫殿住 给他再好的香水用 他都看不上 因为他不爱皇上 就不想跟他组建家庭 所以看不上那个家庭地位 家庭地位是要由爱决定的 不应该由收入决定 就是放在现代社会更平等的状况下 一定要去用爱来决定你家庭 两个人的关系 刚才历经人说到了古代 说到古代 那我们就想到《红楼梦》 是最大的一个家族体系了 是不是 王熙凤为什么那么厉害 掌管那么多的权力 我不觉得探春比王熙凤 管理家务的这个能力差 但是就是因为探春的家里的条件 不如王熙凤好 王熙凤他就是贵族出身 所以他的经济基础 是相对来说比较强 所以他在整个家族体系来说 他的话语权就比较高 那回归到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经常会问女生一个问题 你是要爱情还是要面包 以前的时候经常有女生就说 我想要爱情 面包无所谓 但是现在很多人都说 爱情和面包我都想要 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他们知道 没有物质的爱情有多么可怕 他们知道没有物质的爱情 过得有多么苦涩 所以他们想努力赚钱 想在家里有更好的地位 有了话语权 那才是最重要的 而且我觉得挣钱多 不是一件坏事 挣钱多就意味着你的能力大 能力大就认为你是责任越高 而且你对家庭的付出也越多 那么我们付出的多了 为什么不能在话语权 就有所提高呢 这怎么就不对了呢 对 首先呢我认为 不该由收入来决定家庭地位 为什么要这么讲呢 那地位我是觉得是由家庭 它对于一个家庭的付出来决定的 比方说我跟我的另一半在一起 我对这个家的付出更多 家里面的家务由我去做 家里面的所有琐碎事情由我干 所以说那个时候 家庭地位可能是由我来决定的 单纯如果是从收入这方面 我觉得是太冷血了 因为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的是去相处 去拿爱来去做一个比较和衡量 所以跟收入一点关系都没有 如果按照大家的观点 我应该是我们家庭中 地位最低的那个人 因为我没有收入 我还是一个学生 但是我今天也觉得 其实家庭的地位 不应该有收入决定 其实家庭地位 会在什么时候体现出来呢 往往是在做决策的时候 比如说我妈妈觉得 我们家缺一个微波炉 因为她每天是家庭主妇她要下厨 那我爸爸就觉得一个烤箱很好 那这个时候听谁的 当然是听我妈的 因为我妈花的时间 最多的在厨房里面 就谁最了解家庭的这件事情 那谁去做这个决策 谁在这一项决策中的地位就更重 其实我觉得共同分担 才是家庭的奥秘 我们在这个家庭中获得保护 才是这个家庭最大的意义 家庭并不是一个像一个企业 或者公司一样 需要去创造价值的地方 所以今天我觉得 既然谈论家庭这个问题 为什么家庭这么特殊 家庭就因为一个家庭怎么样 一个家庭的地位怎么样 不应该有这么庸俗的金钱去决定 它应该用你对这个家的付出 你对这个家的理解 以及你对这个家的爱来决定 我觉得刚才蕾蕾同学谈的这个吧 如果你抛开现实生活 一下子去谈精神世界上的东西 你感觉特别的虚无缥缈 不太现实 对吧 我们说的这个家庭地位 并不是说决定说 今天到底是吃萝卜 还是吃白菜 是吧 今天到底是往东走 还是往西走 这个我觉得不是我们广义上 去谈的这个家庭地位 你想的那个家庭地位 可能太狭隘了 我们讲的家庭地位 其实是决定生活当中的一些大事 你比如说买房这件事 如果你们家庭当中要买房了 对吧 那这个肯定要征求一下 收入比较高的这个人 那收入比较低的人 他没有办法去权衡 自己后续的这十年二十年的 过程当中有没有能力去还贷 那他怎样去做这个决定呢 对吧 但是在婚姻关系里面 难道不是财产是共有的吗 我觉得你们都模糊了一个东西 就是难道这个人的钱 是大风吹来的吗 他这个钱无论是怎么来 他挣得也不容易 所以他也是为了 给这个家庭更好的生活 那如果这个人能够有一个 更高情商的举动 就他觉得说 我愿意去听你的 那我觉得这个是家庭 一个良性的 一个往前走的方法 这个东西只是我说 家里当中要有一个决策人 那这个决策人相对于来比较 这个人是家庭定位 比较高的一个人 对吧 任何一个团体 都要有一个领路人 那谁来领路呢 那这个人 你 这个人既然赚钱赚得多 证明他的能力 要相对于另外一方 肯定要强 最听他的 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错 你把你拿咯 他们真的拿咯 对吧 我这次有个人 关注我的抖音号 直播间里跟你聊 打开抖音搜索陆之瑞 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关注陆之瑞的抖音号 更多直播信息 会在抖音上 第一时间发布 陆之瑞 太弱了 我老婆 中包 我只是走 陆之瑞 你们千万不要给我打电话 关注我的抖音号 直播间里跟你聊 这道题叫做家庭地位的高低 该不该由收入的多少来决定 收入是什么 收入是你在工作得到的一份工资 这个收入其实是 对你社会价值的一个衡量标准 而家庭地位 是你在这个家庭里面 贡献的一个衡量标准 所以我们老是变来变去 变不到一个点上是为什么 是因为我们在用两个不同的标准 来决定一件事情 所以到底能不能用社会价值 来决定家庭的地位 这是第一个问号 第二个 谁要去迁就谁 谁又要放下自己 哎呀 我好像地位比较低的那个心魔 怎么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达到一个统一 刚刚其实祖敬讲的是 最完美的状态 就是我既有着更高的经济实力 和更高的社会地位 可是我在家里面 又很注意伴侣的感受 我让出那个 好像似乎更重要的位置 其实这种平衡 有的时候我觉得在情感当中 示弱是一种很高情商的表现 就是大家既知道你很成功 又能看到你示弱的一面 那么可能会给你的伴侣 有一个更加愉悦 心态舒服的一个环境 这可能是相对来说 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就是大家为什么今天 好像在这里默认了家庭地位高 是一件好事呢 就这个东西是我觉得就是 刚才我也说了 我没说是好事 可高可低嘛 我的意思就是 首先我们这不是说 在一个单位里面 我们觉得我要努力 我要努力 我要地位越来越高 因为这样我的收入越来越高 越来越多人尊重我 我就有话语权 但是在一个家里面 你想想看 笼工你们两个人 是不是 你就再领导的成功 你到底这成就感有多少 我反而觉得在一个家里面 你的家庭地位高 你管的事多 其实你是辛苦的那一个 对 那如果这个时候聪明一点的人 你就跟他两个人门关起来 你就把权力交给他 你就让让他 难道不是你自己落得自在吗 对 而且两个人 如果你在婚姻生活当中 追求绝对平等的话 这两个人绝对是不幸福的 其实在两个人磨合的过程当中 相互妥协的过程当中 要了解对方是什么样的脾气 在有些事情上 该示弱的时候就要示弱 没有必要一味地去征求说 我是家里的老大 我要追求家庭地位 其实我就是想跟你们说 这个地位这个东西 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它没有一个绝对的一个值 其实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有时候是一个情商的游戏 那如果从收入来讲 那我老公收入 肯定是大于我的收入 但是在很多场合下 比方说在家里的话 其实我的地位是高于他的 那基本上他会有什么事情 最后会听我的 那如果说在外面的话 遇到了就是他的朋友 可能他的地位又会高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是相互转化的 它真的是要不停地去磨合 然后不停地去协调 那如果单纯 如果只是去用收入 去衡量这种东西的话 那他太死板了 爱情 婚姻最重要的是什么 要灵活 我觉得如果把钱引入了 家庭地位的这个领域 其实就会变成你们所有角色的一切 通通都变成用钱来衡量 所以我觉得如果在一段关系中 如果就是你真的把钱 变成了两个人地位最重要的因素 那可以去想一想 比如说如果你的另一半赚得比你低 然后但是他在家里面 希望有自己的主见 希望他来做角色 你就会说 哎呦 钱赚那么少 不要说不想听你的 那换一个场景 如果他钱赚得比你多 但是他也想当那个家里的主导者 你又会觉得 仗着自己有几个臭钱 有什么了不起啊 到底是你自己买房子 还是我们两个人一起买房子呀 所以我就觉得 其实在家庭生活中 真的钱这个东西啊 其实我觉得谈出来 特别是跟地位放在一起 其实本身就 还满上两个人的感情的 所以如果说 两个人非要有点矛盾的话 我们可以说 因为我们没有相互理解 那我们可以来进行坦诚的沟通 但是如果你说 就因为你钱赚多 你钱赚得少 那这件事情 这些矛盾就变成了一件 谈不拢的事情了 刚刚我们说到 收入高低 其实可以决定我们的社会地位 但是社会地位 并不等同于我们的家庭地位 在我们为爱转生调解的节目当中 每一对来调解的夫妻 我们把他们的问题 分为几类之后 我们会发现 其实每一对来调解的夫妻 都会涉及到经济问题 而大多数经济问题 都是经济收入高的那个人 会默认我的家庭地位也是高的 他会觉得 我已经赚了钱给家里用 那些小事你怎么还来烦我 或者这些事你凭什么决定 你又不为家里做贡献 你又不挣钱 所以如果每个家庭 都是你们刚刚说到的 有一个人是做了 那个高情商的那一方 那其实就没有夫妻矛盾了 我觉得每一对夫妻有矛盾 除了情感方面之外 我觉得可能都避免不了经济方面 因为经济收入这个东西 它很妙的是在于 它会让你的那个 自己的那个心理 它会慢慢产生变化 你自己有的时候 经济收入高了之后 你自己会默认 我的地位是不是 也可以抬高一点 这是一种潜意识 所以我觉得家庭地位 这个东西 大家好好去考虑一下 尤其是电视机前 那些可能由于经济问题 产生了矛盾的那些夫妻 其实我们都说 夫妻之间的关系 怎么说靠经营 我觉得经营这个词 讲得特别的贴切 就是我们既没有办法 在没有面包的基础上面 去谈感情 也没有办法单纯谈感情 而不去顾及面包 就像我刚刚我也想说的 当崔同学在那儿讲着说 经济地位不重要的时候 我相信你在去选择 配偶和另一半的时候 你其实也特别会在意 她是什么工作 她年输入有多少 我跟她能一起 构筑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而我觉得关键的东西在于 如何把这个配比调整好 我觉得其实面包也好 爱情也好 其实都是要在一个 相对棋逢对手的情况下 所以中国有句老话 叫门当户对 这个话可能听上去有点传统 但其实确实是 可以解决 你们在对婚姻 对一些经济问题的处理上面的 那种在观念和态度上的落差 我觉得这就规避了很多的问题 我们也希望借由今天这个话题 提醒电视机前那些 自认为自己的家庭地位 永远保持在第一名的那些朋友 千万别把这样的观点 常常挂在你们的嘴边 因为如果有一个人 因为自己的家庭地位高 而高兴的话 那大概率也会有一个人 因为自己的家庭地位低 而产生沮丧的心情 而这样的情绪 是不利于你们的夫妻关系的 在夫妻关系当中 尊重和有效的沟通 才是能够让你们 你们的婚姻持续到 最后一个最关键的地方 好了 最后要请小鹿哥 颁发出今天的 嫩活发生勋章 你会颁给谁呢 大家好 我是陆志瑞 我要在抖音开直播了 熟悉被爱专身的朋友们都知道 我们的节目专制 婚姻情感当中的 各种优柔寡断执迷不悟 以前你们只能在节目当中 听我说 现在可以在直播间当中 跟我一起来聊一聊 不论是情感问题 还是婚姻的困惑 我都会尽量给你们 一个满意的答复 关注我 带你时破爱情的真相 那路要怎么走 你自己选咯 打开抖音搜索陆志瑞 或手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关注陆志瑞的抖音号 更多直播信息 会在抖音上第一时间发布 生活中有一般一种 可能是有感情的 否则我们就一般 我的伴侣需要的只是 任意要把你的老婆 不坏了 照休不一定要立刻留 我们只是想呼唤善 我们只是想呼唤责任 关注我的抖音直播 给你最真实的我 路要怎么走 你自己选咯 打开抖音搜索陆志瑞 或手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关注陆志瑞的抖音号 更多直播信息 会在抖音上第一时间发布 获得今天弄火发声勋章的 就是我们的余梦 谢谢 谢谢 好 再次恭喜余梦 因为今天她其实真的蛮男的 一个人折战群如 好的 同样也再次感谢我们今天 其他的年轻的朋友 谢谢你们 谢谢 也谢谢电视机前所有观众们的陪伴 希望你们能够像 君乐宝白小春一样 越简单越快快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